最近酒驾事件频传 其实首访的民众喝完酒 大部分都是找了代驾来帮忙开车 不过陶渊有位民众 酒后找代驾开车 却付出了惨痛代驾 因为这个代驾司机呢 不但在国道上狂飙 时速高达161公里 让这名民众吃上了超速的红单 现在车还要被调扣牌照半年 让他很崩溃 代驾业者回应说 他们会负责全权处理 并且已经跟违规了驾驶停止合作 陶渊这位民众 在网路上爆料 自己聚餐时喝醉 花1900元叫来代驾送自己回家 没想到代驾司机 竟然在国道上狂飙超速61公里 民众则因为喝醉 在后座睡到不省人事 一个月后接到罚单时 吓了一跳 就是生气一定就生气 后面就有去申诉 没有到申诉也是没有过 他在监理站的记录 是可以被注销的 他是没有违规的 民众满脸无奈 因为除了8000元的罚还以外 超速61公里 还要被调扣牌照六个月 但是代驾业者 只愿意支付超速的罚还 让民众完全不能接受 他这六个月呢 半年 他这半年 要不要跑他的业务 那半年没有车子怎么办 网友看到破文说 赛车首饰吗 大概是叫到代标不是代驾 也有网友开玩笑说 怎么开那么久 还有超速罚单 业者则是回应 目前已经与违规代驾 解除合作关系 并对消费者道歉 最近酒驾事故频传 民众为了避免意外 找来代驾 却无辜收红单 意外的发展令人傻眼 记者刘志展张志仁 桃园报道 好来看到高雄26号 发生严重的酒驾车祸 造成了一死三伤的悲剧 那么可以看到呢 大家对于这个案件 都是觉得酒驾临终人 应该要严惩 这个时候WeCare高雄 在脸书上发文 现在呢怎么说 说前市长韩国瑜 离开高雄之后 酒驾数据就少了 少了27% 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吗 还说这个市长 有和股丸有差 现在被发现是造假 是错误 根本是个批图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边原本提出了 这个WeCare提出数据 原来是批的是假的 前高雄市的新闻局长 郑兆欣痛批说 WeCare高雄不监督 高雄市政府 怎么会护航成 其脉成这样子 甚至什么都要扯出韩国瑜 好真正的数字呢 可以看到在下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1月到12岸资讯 酒驾呢 其实疫情恶行警戒 酒驾依旧还是非常多的 好这大半年因为疫情 所以餐厅没办法营业 有这样的数据的变化 用张飞打月飞的护航 让大家也瞧不起 同时郑兆欣要呼吁了 WeCare高雄 不要再用高雄之名来发文了 甚至发的还是假文 等于是在侮辱高雄市民的尊严跟智商 好大家是不是要跟WeCare来喊话 停止再来护航陈其脉 在聊天室帮我加以 高雄日前发生一家四口过马路 被酒驾的驾驶撞击一家四口天轮梦碎的这样的悲剧 那么资料一查才知道 在今年的一到九月的统计里面 包括高雄台南跟桃园 酒驾支持人数27位 并列了六都前三名 相较于新北跟台中的进步 高雄在酒驾上面反而是更加严重的 那么可是WeCare高雄这个网页 平常不监督高雄市政 只会护航其脉 居然鬼扯说在韩市长 当时在高雄市政府服务的 17个月间的酒驾支持人数 比陈其脉多 问题是陈其脉中间经历了 新冠肺炎疫情 有大半年的时间 餐厅根本就不开 几乎是处于封城的状况 这样子拿张飞打月飞的护航 结果反而让网民瞧不起 有很多原来是中间选民的支持者 都看不下去 纷纷的来痛骂WeCare高雄 在鬼扯 护航也护得太过分了 如果真的要比 不要找韩维拉 韩市长在高雄执政 不到18个月的时间 民进党在高雄执政 20年不检讨 不拿出建设性的办法来指证 如果要比 是不是要拿陈局时代的一起来比呢 这17个月间 反而他的酒驾的人数 可能跟韩市长 是不遑多让 更加的丢脸 所以要做救援之前 也请WeCare高雄 能够把功课做好 我们认为 这样子只会护航 不真正认真检讨高雄市政 或提出建设新方案的网页呢 基本上已经是丢进了高雄人的脸 请WeCare高雄呢 未来不要再以高雄之名来发文 等于是在侮辱我们高雄市民的尊严 看到聊天室大家 文辉王佩佩 Jason都是加1 还有呢 廖帅也是加1 我们再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 在1月到10月刚刚提到了 这个盗案资讯 酒驾依旧还是蛮多的 死亡人数其实高达了31人 这是在今年110年1到10月 就31人 但是看到WeCare提出的数据呢 从109年1月到110年11月30号 这是23个月的时间 好这个月份是错的 酒驾致死呢 其实刚提到 今年前10个月就31了 怎么会这边是27呢 所以也是错误的 好现在拿错误的资讯误导观众 那同时呢 还把这个矛头指向了韩国瑜 那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瑜最近出版的是韩先生来敲门 现在也登上了这个排行榜第一名 昨天接受了正常发挥主持人王欧正专访 他对于高雄再次发生酒驾 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件 韩国瑜他的主张说 四种人一定不能够原谅 而且主张要仿效新加坡的边刑 他认为对于四种的这个犯罪者呢 应该要严惩保护人民安居乐业 这是一个基本的权益 包含了虐待儿童 诈骗集团酒驾开车 还有曾经妇女等等 他认为四种人不能够原谅 他非常关心现在呢 发生这样的酒驾事件 那么蔡英文呢 现在这场车祸造成了一死三伤 那人命关天 但是蔡总统在拼什么 拼政治 好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撑香港蹭热度 好因为呢在昨天 发生了这个立场新闻的高层被逮捕 所以呢他来关心香港 那同时呢在自己的脸书上 换了头像拼政治 要关心的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中央选券补选 以及林长佐的罢免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 在这个时间点 蔡总统还在关心他的政治 反倒是韩国瑜前市长呢 他非常关心的是酒驾 好还有呢这个儿童案件 还有招聘集团 以及妇女的事件 我们带来看 你要今天把酒驾 彻底从台湾消失 非常非常容易 只要蔡英文总统愿意 大家会帮你拍手 你控制立法院 有四种人我觉得 一定不能原谅 虐待儿童 强奸妇女 诈骗集团 酒醉开车 四种人 你就想办法引进新加坡的边刑吗 所以您是赞成边刑 我非常赞成 尤其是旅犯不改 出犯还能原谅 你边子抽嘛 你就立法院通 我是非常主张边刑 针对这四种人 虐待儿童 强奸妇女 诈骗集团 酒醉酒后开车 酒醉开车 你今天一犯 二犯三犯 你想要被害人就这样 生命没有 一个家庭破碎了 如果蔡英文总统 以及民进党立法委员 通过针对这四种人 我的鞭子打 全国民众做个民意调查 如果民意调查不支持 不过半 那没问题 韩国会算白讲的 在高雄酒驾事件 平传的时候 内政部网徐共宣布 全国警力动员投入 各个县市都要动起来 现在要全面来取缔酒驾 交易部也宣布修法重罚 包含了出犯 致人与死伤 立即莫车量 但国民党之一说 其实同样的法案 五月就提出 难道修法也是为了蓝绿 而且达到警示的效果 甚至还有立委提出编刑 说乱凶重点希望民众不要再心存侥幸 酒驾害的人家破人亡 交部祭出重罚 修法三方向 触犯自恩与死伤 立即没入车辆 雷犯定义从五年拉长到十年 等于十年内两度酒驾都算雷犯 就连同车乘客连坐罚则也要提高 甚至还有立委提出编刑 公共政策平台上面有提案说 希望能够纳入编刑 乱是用重点 用强而有力的处罚方式 不是要处罚民众 而是希望嚇阻大家 不要再去用酒驾 不要再有侥幸心理 我们的主张 再次酒驾酒造的话 应该先关几天再送 我的法案躺在那里半年了 如果要快的话 你临死会就可以进副二读了 而内政部也宣布 元旦假期扩大取缔酒驾 各县市都要动起来 全国谨励动员投入 我们调整群入 要来加强扩大酒驾的零减 那每个县市都会动起来 全国警察都会总动员来投入 我们每一个人在路上走 都要担心这一颗不定时炸弹 所以这一次的修法请 政府不要只是又嘴巴讲讲 又只是震怒而已 酒驾害人不浅 就怕元旦廉价诱人 以身施法政府补破网 亡羊补牢 剑家会 陈正茂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